1933年2月5日夜晚 紫禁城内戒备森严 一支驮着近两万口木箱的板车队 匆匆忙忙的从神武门赶出来 硕大的沉重的箱子还贴着风调 拉车的人两人一股 一袭黑衣头戴脸帽 板车两边有军警的步骤 尽管这些人行色通通 却有十分的小心 在寂静的夜晚 只能听到车轮碌碌声响 在这个神秘的夜晚 板车队一共脱走了近两万口木箱 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盗包末年出土于陕西的茅宫顶 为西都晚西青铜器物 被誉为底德一篇上书 这是三西堂之一的快雪石擎贴 出自近朝书法家王羽之之手 这是北宋定谣口词 婴儿架 造型活泼可爱 这些西式珍宝就是在这一天的晚上 开始陆练被秘密运出故宫的 而现在这些宝贝就保存在这里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先存65万多件艺术珍品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华夏文明史上具有唯一性的珍贵文物 这些珍宝中92%来自于地产 那么他们又是怎样从遥远的紫禁城漂洋过海 辗转来到台北的外双溪呢 他们经历了怎样趋者的经历呢 又是谁让他们历经万里漂泊 最后安然抵达台北呢 1931年918事变爆发 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 并企图侵略整个中国 离东北只有200多公里的北平岌岌可危 国民党政府意识到 文化古城北平一旦沦陷 不仅人民受难 此进城里的众作文物也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有一巴之后明显的就说 有武力的这个冲突或者武力的侵略 就是有战争的威胁 当时的国民政府就想到这个问题 那就是文物的安全问题 虽然共和博物院已经成立了 那么文物的管理都制度化 每一切都非常上轨道 但是万一北京沦陷了以后 那这批文物将来会不会受到影响 国民政府经过周密的考虑和研究 决定转移部分珍贵文物 给文物搬家 这事可不是打个电话给搬家公司那么简单 这些宝贝平日里都是百般合红 搬运中但凡有任何闪失 本来价值连城 那一下就会一切不值 此外人力物力财力方方面面都要考虑 有很多很多问题 但是摆在最面前的问题就是 这么多文物究竟转移哪些 梁金生就是我身后照片上这位 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副研究员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就像梁金生所说的那样 这批准备南迁的国宝 都是故宫博物院的上乘文物 是藏品里面的极品 刚刚决定要把这些文物南迁 反对的声音就出来了 这就奇怪了 既然南迁是为了保护文物 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搞明白 文物南迁都要经过哪些程序 在当时除了文物的挑选外 装箱工作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 在此之前 故宫的宝贝从未经历过大规模的搬迁 因此为了确保运输中文物万无一失 装箱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面对磁器 玉器 青铜器 这些易碎易变形的